大家下午好,今天来回答一下 我和闺蜜的创业历程,以及我们的家庭咖啡馆是怎么做起来的 我和闺蜜是认识14年的老闺蜜了 有10年甚至可以说和她见面的时间 比和我妈在一起的时间都多 虽然这么熟了,意见不合的时候还是会有争吵 都是小插曲,言归正传 关于我们的家庭咖啡馆是如何做起来的 很多姐妹咨询我如何做怎么做的问题 其实刚开始我们也很懵懵懂懂 准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开始营业 刚开始营业的时候顾客也不多 周围的邻居并不知道我们咖啡馆 所以我想到上门给邻居送免费咖啡 让邻居品尝的同时加上联系方式 闺蜜是设恐所以让她出去敲门 无比的困难 为此我用了一天时间说服她 其实踏出第一步很难 但是踏出后你会发现其实不难 我们一开始就打算独立创业 所以地址没选在家里 而是选在了公司企业比较多的创业员 前妻客户刚点咖啡的时候也会手忙脚乱 慢慢做得多了熟练了就好了 我和闺蜜的分工也很明确 她负责做咖啡 我负责送咖啡 现在我们的咖啡馆 被那么多喜欢的姐妹关注 真的很开心 我负责